第八屆廉政碑大端校院校際辯論比賽 今天起一連三天亞東武大學城中校區舉辦 共有國內外各大端校院辯論隊伍23隊報名參加 廉政碑校際辯論比賽開幕典禮 典禮開始 台北市政府政風術為了激發大端學生對於連政議題的關注 自民國九十六年起創辦連政碑大端校園校際辯論比賽 並於民國九十八年起擴大與台北市警察局攜手合作 在法務部連政署的指導及東武大學政研社歷屆熱情的投入下 集間黨的活動成為各校辯論盛團以每年期待參與的盛事 下集會參與代表中間順序 請來到校園主參與代表 請各位熱烈的掌聲歡迎台北大學 全創大學 文化大學 台灣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 台北市立大學 東武大學 台北科技大學 香港進攻大學 高雄理由科技大學 中山大學 高雄大學 清華大學 南江大學 保理專攻大學 福星科技大學 好來西亞理科大學 鄭向大學 東海大學 東華大學 澳文大學 赤金大學 感謝以時事提上23所大專校院學生組隊參賽 另外特別感謝受邀參賽的 香港清衛大學 馬來西亞理科大學 解鳳門大學三校海外隊伍 首先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法務部連政組 楊石金楊副署長 台北市政府政風處 劉明武 劉處長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魏體坤衛副局長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政風市 李彥林 李主任 東吳大學學生事務長 鄭冠宇 鄭學務長 東吳大學群立中心 曾國強森主任 大會主席致辭 恭請法務部連政署 楊副署長 為各位致辭 對不起 剛好我急著上台 現在終於上台了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同學 今天看到松山社大也特別來跟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因為透過你們的政反辯論提供給我們一個政策分析非常非常重要的參考依據 我真的看過太多在我們政府部門當中好多優秀的人才都是出自於辯論政家 我們的辯論賽已經在辯論我們政府的政策的主題 關心我們國家的大事 然後呢 我們選出一個所謂的反貪腐大使也好 廉政大使也好 我們到國際間跟183個國家來交流 國際同盟組織正有這個計劃 我們是不是能夠趕上他的計劃 這個其實是很可以期待的 稍微在本場地將進行本界排入電動賽 請各位嘉賓覺得換場後留下觀賞 現在是要答應了 你要答應一下 找主題 作主題 一個非常多觀賞 很答應 就是要組賞